大家好 我是Samuel 柳sir 這個是ABRSM 5級樂理的第二堂 今次我們會講一下五線譜 我們怎樣在五線譜上 表示不同的音高 或者當你見到一個音符的時候 你要在你的樂器上演奏哪一個音 你看完這個影片就會很清楚 我們現在開始 相信你都會見過這些 不同形狀的音符 無論音符是甚麼樣子 一定會有一個圓形的部分 這個部分我們叫做Note Head 有時它會是白色 有時它會是黑色 這個Note Head在五線譜的位置 越高就代表越高音 相反它的位置越低 就代表越低音 我們稍後會再講一下 不同形狀的音符是甚麼意思 在這個影片中 我們只會用這種音符 去表示音高 你會見到五線譜 是有五條橫線組成的 最低的這條線 我們會叫做第一線 英文我們叫做First Line 第二條線 我們就叫Second Line 第二線 如此類推 你就有第三線 第四線 和第五線 線和線中間的位置 我們叫做間 英文叫做Space 最低的這個間 我們叫做第一間 First Space 第二間 我們叫做Second Space 如此類推 你就有第三間 和第四間 音符的Note Head 是可以畫在間上面 或者畫在線上面 每一個位置 就代表一個Natural的音 即是一個鋼琴上面的白色仔 我們試試畫一個音符在第一線 比這個音符高一個音符 我們就會畫在第一間 再高一個音符 我們就畫在第二線 再高我們就畫在第二間 如此類推 就可以了 畫到第五線之後 再高一個音符 我們就可以畫在第五線的上面 如果再高一個音符 我們就要自己加一條線 這個線就叫做附加線 Negin I 如果再需要高一個音符 就畫在附加線上面 畫一個音符 再高一點 就要加兩條線 如此類推 你可以加很多條線 低音這邊一樣 在第一線下面 你可以畫一個音符 再低一個音符 你就要畫一條附加線 附加線下面 也可以畫一個音符 再低一個音符 你就需要畫兩條附加線 在第二條附加線上面 如此類推 你就可以畫多些低音符 我們假設第二間這個音符 是A音符 只是假設的 即是鋼琴上面的這個音符 第三線這個音符 就比A音符高一個音符 所以它就是B音符 再高一個音符 再高一個音符 就是C音 再高一個音符 就是B音符 如此類推 G音符 之後呢 又會倒回A音 低音方向這邊 就一樣 A音前面的一個音 是G音 再低一個音 就是F音 再低一個音 就是E音 D C B A 我剛才說這個只是假設 其實你要知道五線譜音符 代表哪一個音 你需要看譜號 也就是clef 我們會介紹四個clef 分別就是高音譜號 TRABLE CLEF 低音譜號 BASS CLEF 中音譜號 AUTO CLEF 以及次中音譜號 TENNER CLEF 我們會試試在這四個clef的五線譜上面 找到鋼琴上面的五個音 那是哪五個呢 第一個我們會找的就是MIDDLE C 看完第一課的影片 你都應該懂得找C音 那哪個音是MIDDLE C 就是你去到鋼琴的前面 它在最中間的那個C音 我們給它一個特別的名字 它叫做MIDDLE C 我們一定要記住 每一個普號MIDDLE C的位置 在哪裏 我們亦都會找 在MIDDLE C上面的這個C音 以及MIDDLE C下面的那個C音 為了方便分別它們 我們先把高音的C 我們叫做C5 低音的C 我們叫做C3 然後我們都會找出MIDDLE C上面的這個G音 以及MIDDLE C下面的這個F音 第一個我們會介紹的就是高音譜號TRAVEL CLEF 高音譜號的符號是這樣的 這個符號其實是一個G字 它的G字好像圈著第二條線 第二條線在高音譜號就是G音 那MIDDLE C在哪裏 我們嘗試用數的方法找出來 第二條線是G 第一條線是F 第一線是E 這裏是D 這裏是D 那C音呢 就要加一條附加線 那這個就是MIDDLE C 那C5的音在哪裏呢 我們又嘗試數了 第二線是G 第二條線是A 第三條線是B 第四條線就是C5 那你可以試試看 那你可以試試看 記住高音譜號這四個間上的音 音名 我們試試一起找出來 第二線是G音 所以第一間是低一個音 那這個就是F音 第二間呢 就比這個G音高一個音 所以這個是A音 那裏是B 那這個就是C 那裏是D 那這裏就是E 那只要你記住F A C E FACE這個英文字呢 你就可以很快地記住 這四個間分別是什麼音的了 跟著呢 我們會介紹BASS CLEF 低音譜號 低音譜號的樣子是這樣的 這個本身是一個F字來的 那低音譜號會有兩點 那這兩點呢 就會夾著第四條線的 那表示呢 第四條線這個就是F音 也就是鋼琴上面的這個音 那MIDDL C在哪裏呢 我們又試一下數了 這個是F 這個是G 這裡是A 這裡是B 那MIDDL C呢 就要上面加一條附加線的 那這個就是MIDDL C 那我們現在要記住高音譜號 和低音譜號的MIDDL C位置 因為這件事很重要的 那我講完一次之後呢 你就自己講三次了 高音譜號下加一線是MIDDL C 低音譜號上加一線是MIDDL C 好 那我們現在找到C3的位置 這裡是F 這裡是E 這裡是D 這裡是D 那這一個音呢 第二間呢 就是C3 也就是鋼琴上面的這個音 那你也可以試一下記住 低音譜號那四個間是什麼音 那雖然呢它不是組成一個英文字 不過很多人都會這樣記住 這四個是什麼音的 他們就是A C E G 就是鋼琴上面的這四個音 那剛才高音譜號的F A C E 就是鋼琴上面的這四個音 然後我們會介紹Auto clef 中音譜號 中音譜號的樣子是這樣的 它由兩個調轉的C字組成的 然後呢前面會有兩個直線 那這兩個直線呢 就要在第一線和第五線的中間 不可以穿過的 那這兩個C字夾著的那一條線呢 那個音就代表Middle C 那G音在哪呢 我們一起數一下 C D E F G G音在第五線的 那F音在哪呢 我們又一起數一下 C B A G F F音在第一線 那Middle C上面的這個C音 C5在哪呢 就在上加一線 那你也可以自己數一下 是否是 那C3呢 就在下加一線的下面 那中音譜號呢 你也可以找到F A C E的 那你已經有F音在第一線 和C音在第三線 所以你可以記住 第一線 第二線 第三線 第四線 這四個音呢 就是F A C E 即是鋼琴上面的這四個音 那最後呢 我們會講Tender Clave 次中音譜號 次中音譜號的樣子 和中音譜號很像的 不過那兩個C字呢 就會夾著第四線 那可能你已經猜到了 第四線這個音呢 就是Middle C了 所以中音譜號和次中音譜號的Middle C 都很容易找的 你只要找兩個C字中間夾著哪一條線呢 那個音呢 就是Middle C了 那Middle C上面的G音呢 就在上加一線的這裡 那C5呢 就要上加兩條線 的上面 Middle C下面的F音呢 就在第二線 Middle C下面的C音呢 Middle C下面的C音呢 Middle C下面的C音呢 就在第一線的下面 那次中音譜號呢 你也可以找到F A C E的 你已經找到F和Middle C 所以今次F A C E呢 就在第二 三 四 五 這四條線的位置 好了 我現在給你一個練習 你試一下找出 中音譜號和次中音譜號 那四個間 分別代表什麼音 答案就是這裡 你可以檢查一下 接著我們會說一下那些聲鋼號是怎樣畫的呢 我們會畫在音符的前面 我會先示範聲號 如果那個音符在線上面 這個聲號呢 那兩橫呢 就要夾著 音符的那一條線 然後呢 加兩動 就會很清楚看到這個音要升的了 如果音符在間上面呢 那你升好的那兩條橫線呢 就要夾著 夾著音符的那兩條線 斜一點點 會比較容易被人看到的那個聲號的橫線 然後加兩動 就會很清楚看到那個聲號的了 那如果是附加線呢 那你的聲號呢 就會畫在附加線的左手邊 那如果在間上面呢 就都是這樣表示的 接著我們示範畫 降好 如果那個音符在線上 你那個降好的小的B字 那個好像圖欄的位置 就被那條線穿過 就會很清楚看到這個音要降的了 如果你的音符在間上面呢 那你那個小B字的肚腩呢 就在兩條線中間 也會很清楚的了 那我也都示範在附加線上 怎樣畫 接著就是NATURAL 如果你的音符在線上面呢 你那個還原符好的 長方形的位置呢 就被一條線穿過 如果那個音符在間上面呢 你那個長方形的位置呢 也都會在間上面的 那我很快地這樣示範了 附加線畫出來是什麼樣子的 最後就是Double Chop和Double Flat了 那我會很快地畫給大家看 的 O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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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又不怕 現在有些工具 一定是出品的 雞肉 二百製 火 中文字幕——YK 中文字幕——YK 我再zoom近一点给大家看清楚 你练习得多些就会画得漂亮一点 又到了做练习的时间 今次我都找了一些网上练习给大家 另外如果你们有这三本书 我都会将金堂的练习写在下面 我们又来到musictheory.net 金堂我们有两个练习可以做的 我们会做staff identification的第一个 note identification 那你就将上面出现这个音的音名 在下面那里选出正确的答案就可以了 这个是C 这个是G-sharp 这个是A 现在只有高音调习的练习 你就可以去右上角的齿轮那里 选Cleft 那你就可以选了四个Cleft 或者如果你只是想练习中音谱号 那你就只选中音谱号 那我们回出上一页先 那Cleft之后呢 就有range 那这里是用来调节 那个问题会出现的范围的 那你可能可以加到很多NetG&I 那我现在不加了 那另外这里的key signature 因为我们还没教 那你就打开它 只选了第一个还原符号 然后其他不要剔就行了 那这个accidental 你就可以 剔上去 因为我们学了 那我们出去继续做练习 那现在的题目就只剩下中音谱号 那现在这个是什么音呢 我就记得 这个位置是C 所以这个就是B-sharp 这个是G-sharp 这个是B-shar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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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是A-sharp 这个是B-sharp 这个是C-sharp 这个是G-sharp 这个是G-sharp 那你看看你能不能做到100%正确了 那我们回到目录那里找下第二个练习了 我们会做stuff construction下面的第一个 note construction 那这个练习是做什么的呢 就是下面出现的这个音名 你就在上面这个五线谱那里画出来 例如现在他想你画A-sharp 那你就按A-sharp 那你就按A-sharp 然后在下面选择一个sharp 然后submit answer 那他说要F-flat 那我们选择一个F 然后选择F submit answer 那E-flat 我们又选择一个E F-flat submit answer 好了那我们又看看 齿轮那里有什么可以选择 那一样呢你可以选择不同的普号 你可以全部全部剔掉 或者选择你想练习的那个普号 那你可以每个普号都选择你想练习的范围 那一样key signature 因为未教 那你就只选择第一个还原符号就可以了 其他就不要剔 那再下一些有一个difficulties的地方 那这个不同level是说 他会不会加很多升降号给你的 那看下你想不想练习看升降号 如果你想复杂一点的 那你可以选择level 3 如果你选择level 1 就不会有升降号 那不如我们就试一下level 1 先吧 好了那我们出去继续做练习了 那现在他想要个b音 那中音部号的middle c 就是第三线 下面这个第二件就是b音 Submit answer F 在第一线 已经转了普号 现在低音捕号 现在低音捕号 低音捕号的c音在第二件 又去中音捕号 b音在第二件 次中音捕号 A音是第三件 又是A音 中音捕号的F音在第一线 或者第四件也可以 又是中音捕号 A音在第三线 好了那你做多点这个练习 看看可不可以拿到100分 那今天这段影片就到这里了 如果你觉得这个影片是帮到你 就麻烦你给个like 还有subscribe我这个channel 拜拜